这个姑娘叫小美,是依恩的同学 因为依恩看不惯那个老师 所以顺便帮助了小美 小美就觉得依恩是个真男人 所以小美来到了超市,跟依恩表白了 要让依恩做自己的男朋友 依恩是一个盖,当然是拒绝的 而超市的老板心里也有点吃醋了 毕竟和依恩是两个好基友 感情和做事都非常的棒 但小美却以为依恩只是害羞而已 对小美来说,没有拿不下来的男生 所以小美等着依恩下班 来了个半路拦截,依恩不好再拒绝 小美就来到了依恩的家里 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但依恩都是找各种理由逃脱 最后小美只能霸王硬上弓了 依恩只能奋力地推开了小美 小美惊呆了 这辈子第一次遇到送到嘴边都不吃的 小美丢尽了脸 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小美飞奔而去 小美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所以就告诉了自己的哥哥 让哥哥来收拾依恩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小美骗哥哥说 自己被依恩强迫了 哥哥叫山姬 山姬怒气冲天 居然有人敢欺负我妹妹 所以带着几个手下 要把依恩打出石 山姬去到了超市 依恩只能逃跑 还好超市老板帮忙做掩护 这才让依恩逃过了这一劫 但山姬是不会甘心的 打不了依恩 那就去打他哥 所以来找到了利普 把利普狠狠地打了一顿 说你这是为你弟弟挨的打 利普并不想暴露弟弟是盖的事 所以只能白白地挨揍了 利普跟依恩说 你肯定是会被挨打 早晚也躲不掉 依恩见哥哥被牵连 也必须要去讨个说法 就拿着棒球棍 去到了山姬家外面 等山姬出门 打算先下守围墙 但等了好一会儿 出来的却是小美 依恩追了上去 跟小美道歉 小美说你这么看不起我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依恩只能说实话了 其实我是一个盖 对女人没有兴趣 小美不太相信 依恩就感受了小美的凶器 证实了自己确实是毫无反应 小美见依恩勇敢地承认了自己是一个盖 那说明并不是自己没有魅力 所以也原谅了依恩 但小美还是想让依恩做男朋友 说这样的话 依恩有一个挡箭牌 掩盖自己是一个盖的身份 而自己也可以不再被那些恶心的男生追求骚扰 一举两得 这样小美和依恩就达成了共识 成了一对假情侣 而利普在去到凯伦家跟凯伦补习的时候 来开门的却是老爹 利普见老爹就像是一家支掌似的 对凯伦妈指手画脚的 利普就感到很是惊讶 老爹说我在这里 才真正地感受到了归属感 利普见老爹已找到了家的归宿 也为老爹感到高兴 利普约凯伦出去玩 老爹大声地说利普 早点带凯伦回来 要以下不许碰 老爹现在就像是凯伦的爸爸一样 把儿子却当成了外人 而利普和凯伦 两人经常在一起玩 所以双方都产生了好感 但谁也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就算是利普和凯伦 有时玩双人游戏 已经亲密无间了 他们也并不承认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而大姐在爱情的选择上 最后还是选择了史蒂夫 而没有去跟托尼见家长 因为托尼虽然人很踏实 但终究不是大姐的心中所爱 老爹和凯伦妈 是越来越相爱了 虽然老爹每天都遭受菊花之痛 但凯伦妈的止痛片和美味爱心餐 让老爹愿意承受这份痛